都这么多天了 你还是不肯跟我说一句话 当年的事你还没有忘 速决现在很好 我把他当成亲生儿子看 你不用担心他 好吧 不打扰你了 里面是谁呀 怎么办呢 这谁咬的不都是两个牙印子吗 怎么只有一个 可能是毒牙蛇 土耳龙都是听过 毒牙蛇 此蛇是世上其毒 积极其少 很少有人知道 不信你问他 是吗 是啊 我看这伤口不像是毒蛇咬的 要不怎么是歧毒呢 看上去没事 其实非常危险 那怎么办 有匕首吗 有 伤口要割开 放毒血 什么 没事没事 别怕别怕 放了血就没事了 还要副草药 什么草药 刚才来的路上好像见过 这样 我来放毒血 你去采草药 可是我不认识啊 很好认的 就是蓝色的花瓣 红色的叶皮 应该就在那边 采一颗就行了 那我马上回来 我马上回来 你放心吧 我马上回来 蓝色花瓣 红色的叶子 好 马上去找 你 闭嘴 什么花是蓝花瓣红叶子 没有这种花 那 那你 为了骗开它 我们要去的地方 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可是 想要神谷 去跟我来 您就是那个 吹葫芦丝的乐师吧 别说话 我是来救你的 外边看得紧 咱们要溜出去 出去 对 是得出去 黑棋看得太紧了 要不咱晚上坐 我叫你出去 大叔 您听明白了吧 我是来救你的 这不是黑棋的衣服吗 你怎么会有黑棋的衣服 哪让你说的那种花啊 我到处找了 根本就没有 冯子殿下 冯子殿下 顺带图 蓝马山地 你们去哪 如果你真的有秘密 你跟他说 他能理解 都特地为你追上来了 你还不明白 什么 刚才骗走他的方法 是不是很可笑 是有点 叶沙罗多寂静的人 居然就是没有发现不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担心你 你的安慰让他紧张了 他根本没有去想 合不合理 这个时候的女人 你跟他讲道理 根本就没有用 只有先甩开再说 别想了 还有好长的路呢 走吧 什么时候发现的 刚发现的 之前走过还没有这个 看来 有人来做客了 特别声张 偷偷拍照 是 我跟你说话呢 你听见没有啊 你怎么会有黑漆的衣服啊 你到底是不是南昭人啊 我说了这么多了 你回答我一句也好啊 行 你可以不搭理我 咱们总得逃走啊 李师先生 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 进入寺内啊 告诉他没人 快呀 跟他说没人 有病啊 我跟你说了是来救你出糊口的 什么东西啊 本上来来救你 真不是好歹 你活该被关在里面 不是好歹的玩意 看什么 不认识我 就 就您一个人溜进来的 你管哪 少主 请您跟我去见大将军 带路 什么玩意儿 等等 等等 刚才他叫你少主 你是苏爵 对啊 本少爷就是苏爵 怎么了 很不识太远 看见了吗 小心点 慢慢来 凌儿 前面就是你的目标了 仔细的看清楚 记住他 给你 放松些啊 别紧张 相信自己 瞄准目标 闭上眼睛 回忆一下 目标在哪里啊 瞄准他 就可以射了 由于是剑手的天敌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想着你刚才记住的目标 射 为一刀想着过去 站住 山传 出手 也做出手 到我去 灵儿 你先练着 我马上回来啊 将军 是少爷 爹 怎么就你一个人 有您在这儿呢 您认为谁还敢上来吗 舒南陀在哪儿 他不在 他不在 他去哪儿了 跟谁走的 您认为我能告诉您吗 你小子 你是想把我气死是吧 爹 您上次流血太多了 身体感觉好些没有 只要你不气我就好了 我 我尽量 我尽量好不好 那个乐师你见过了 见了 他都跟你说了什么 什么玩意儿啊 那人特别奇怪 对了爹 我不明白 他一个南昭乐师 屋子里怎么会有黑旗盔甲呢 还有啊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他是你老爹我的心魔 不明白 等我考虑清楚了 我会告诉你 好 那你慢慢考虑 我先走了 哎呦 不是吧 爹 您要抓我啊 你留下来陪我两天吧 我们也好久没有聊过了 拉倒吧 我还不知道您吗 您就是想等树南铒来救我 然后您好以往 打劲 是 你要走随时可以走 真的 我到了这里以后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是真的想和人说说话 你要不信 你就下山去吧 那我真走了啊 爹 山有什么好看的 你怎么又回来了 爹 我刚才回头看您一眼 发现您头发白了不少 我老了 头发能不白吗 好 我留下来陪您两天 可我事先跟你说好 我可都安排了 没人会来救我 找何事 我发现你们乐团里那个女飞贼 和一个戴面具的黑衣人秘密见面 叶沙罗 就是她 叶沙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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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我一跳 你不是去救王子殿下了吗 别提了 没追上啊 追上了 然后被他们两个骗了 骗了 对 那个蓝马山殿 平时看上去死气沉沉的 没想到花招还挺多 等他回来 这笔账肯定要算清楚 五姬姐姐会有什么秘密啊 为什么就告诉王子殿下 对我们谁都不说呢 就是 等他们回来 你就把宫女顶在她的脑门上 你就问她说不说 没意思 其他人呢 苏公子去宝箱寺了 小妖和红妮在屋里等着呢 那夏大侠呢 刚才还在这儿 说是有事就出去了 你在这儿 小妖和红妮在屋里 苏绝在宝箱寺 她一个人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啊 你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吗 离得太远没听清 但我可以肯定 那个叶沙罗一定有问题 还有吗 我一路跟着你们 没发现其他人跟踪 你的意思 那个戴面具的 不是月船外面的人 没错 那个鬼鬼祟祟的家伙 肯定就在你们身边 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二海岛上您救了我一命 我一路跟踪 你也替我瞒着 这都是我欠你的 我不希望你们乐团里的阴谋 影响到您 帮我个忙 您说 我们两个合作 试着找出那个 神神秘秘戴面具的人 到底是谁 没问题 您说怎么做 有人来了 你先走 别泄露踪迹 回头见 好 夏大侠 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除了我还能有谁啊 你怎么回来了 他们两个有秘密 瞒着我跑了 咱们这些人 好像每个人都有秘密啊 你 在说谁啊 对啊 其实啊 每个人都有秘密 对 比如我 还有 比如 还有你 怎么着 偷偷摸摸地把我请来 想明白了 决定给我下山 你是苏绝 对 你知道自己不是 加罗娜亲生吗 我早就知道了 你想说什么 那加罗娜没有告诉你 你的亲生父亲是谁 我老爹说我是孤儿 怎么 你知道 知道 难不成你是我亲爹 这是你亲生父亲的盔甲 你说是就是 你的父亲苏元堂 当年就是因为加罗娜而死 少主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 肯定出事了 我们应该上山救人 可是苏公子不是说了吗 万一他还没有下山的话 谁都不可以轻举妄动 要等到王子殿下回来再说 哎呀 你倒是给个准话呀 哎呀 我说什么也没有用啊 还是问问咱们的夏大侠吧 休整一下 下午上山 好 你现在去哪儿 怎么 找个地方磨磨刀不行吗 可以可以 是吧 嗯 嗯 真感激和你艰难的旅途 我如秋雨之或福 我爱你千离一如成了图 只想与你共复 又痛到百遮千惠不知苦 我本是爱的信徒 我愿是你的心痛 我愿是你的心痛 甘人生繁华 百年多沉浮 心与情两铺 天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